众所周知 整个大宋皇室的子嗣都是很艰难的 甚至有皇帝绝后的 在这其中 宋徽宗绝对算是一个例外 他的一生有二十多个儿子 不过在靖康之难后他的 这些儿子们也基本上死完了 运气好的赵构就登基称帝建立了南宋 赵构却没有遗传到父亲的好基因 他唯一一个儿子还在三岁的时候就夭折了 但为什么在宗亲的这些孩子中 他要选择赵匡胤的后代 纵观赵构的前半生只能说时也命也 他作为宋徽宗这二十多个儿子其中之一 不是嫡子就算了他的母亲也不受宠 甚至能说他在皇宫中 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存在 但他的运气却出奇的好 在京军进攻大宋的时候 他并不在京城 而是在初始的路上 眼见着开封即将沦陷 他就成为大宋这些忠臣们唯一的希望了 众所周知 宋徽宗连带着他的孩子后妃都被一网打尽 自此宋徽宗能够堪当大任 的皇子就只剩下赵构一个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 在众人的拥护之下 赵构坐上了皇位 在阴天称帝建立了南宋政权 不过他虽说登基称帝了生活 却并没有得到好转 金兵好不容易将北宋攻下 这还没有从兴奋中走出赵构 就建立了南宋 还不成为金兵的活靶子 金军开始集结大军 想要将南方也给占领了 刚刚才建国就和敌军弹劾肯定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推举他登基的有很多都是武将 最初双方也进行了很多次对战 赵构这时还是很积极抗衡的 所以南宋也不是每次都输得很惨 赵构为了活命开始一路逃亡 一路向南情况最危急的时候 他竟然都躲到了海上 岳飞、韩世忠等人也在竭力帮助赵构坐稳皇位 这些年的逃亡生活也让赵构变得没有了斗志 他根本就不认为南宋能够获金军抗衡 甚至他只想守着南方这一亩三分地过日子 当然也不是只有赵构自己这样想的 南宋朝堂上的主和派和投降派也不在少数 在这些人的劝说之下 赵构更坚定了想要和金国议和的想法 可能有人会说最初双方也没有议和 根据的史书的记载 当年赵构曾多次派人去和金国议和 但都被金国拒绝了 原因就是金国看不上南宋 认为他们很轻易就能将南宋灭了 眼见着议和不成功 赵构只能让岳飞等人继续和金国打 在这必须要说的时候和岳飞等人的想法不同 赵构为什么赞同作战这也是 为了之后能有底气和金国议和 局势很快就发生变化 金军开始节节败退 同时秦贵也回到了大宋 秦贵回来后 赵构在议和这条路上也有主心骨了 不过整个朝堂能够和赵构合 秦贵站在同一阵营的寥寥无几 剩下的都是主战派 以至于两人始终都没有找到机会 直到十几年后金国内部出现了变故 他们主动找到南宋希望一和 这完全就是赵构期望出现的 就在双方即将谈成的时候 金国内部再次出现变动 金国本意是想将南宋打得溃不成军 但没有想到最后丧失大片北方土地的是自己 及时止损金国果断的和南宋一和 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金国给出的条件 就是杀了岳飞 毕竟他们之所以会失去大片土地 正是因为岳飞 在这必须要说一句的是 当前南宋局势大好 完全不必要和金国一和 要是再打下去 未必不能收复北方 但赵构却胆小怯懦 在秦桧的推动之下 不仅杀了岳飞 赵构也如愿地和金国签订了条约 对赵构来说 他总算是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整整十五年 他没有睡过安稳觉 每天都是想着 怎么和金国一和 怎么割地赔款 保全自己的性命 说起来 赵构也是很让人唏嘘的 因为精神压力太大了 才过而历之年的赵构 竟然满头白发 但他费尽心机杀了岳飞索 得到的却是金国的出尔反尔 赵构倒不是后悔 他只是羞愧 毕竟当年他如此相信金人 金国的出尔反尔 让赵构成为了天下笑柄 并且他丝毫没有志气 在金军出兵的时候 他竟然又跑了 堂堂一国之君 竟然如此怯懦 嘲笑他的不仅有外敌 还有百姓们 他也明白自己的行为 带来的后果 丢人丢到这种程度 也是没谁了 此时赵构忽然涌现出一个念头 这个皇帝他不想当了 毕竟前朝也不缺乏 太上皇的存在 不过退位也不好办 他连一个儿子都没有 这一切还要从北宋末年说起 赵构在还是王爷的时候 曾有过五个女儿 他的女儿和妻妾 在靖南之变中都被掳走了 更让赵构痛心的是 在被金军掳走 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身怀有孕了 他差一点就有嫡子了 赵构孩子最终也没有保住 在他登基称帝后 曾有过一个儿子 赵夫 这是他第一个儿子 也是他唯一一个儿子 在金军的追捕中 惊慌失措的赵构 直接被吓得失去了生育能力 当然这件事最初大家都不知道的 就连赵构自己也不知道 他唯一的孩子 在两年后也因病逝世了 在那之后赵构开始沉溺后宫 想要再生一个儿子 每天都去后宫 宠幸女子无数 但始终都没有一个女子有孕的 赵构也不得不怀疑自己 他渐渐意识到自己可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 无奈之下他只能从宗室中挑选 众所周知 当年靖难之变 赵家皇室都被一网打尽了 甚至在赵光义这一脉中 连一个孩子都找不出 只能从赵构印的子孙后代中寻找 北宋开国就给后室留下了一个谜团 赵光义的皇帝也让很多人质疑 在他看来将皇位还给赵构印 一脉还能为自己收获一个好名声 赵构再做出了这么多荒诞的 事情后是迫切需要改变名声的事 最终选择了两个孩子 赵伯从和赵伯九 赵构当然是想皇位给自己儿子的 是以这两个孩子 他并没有封为皇子而是皇子 还有能力他想再奋斗几年 年过半百的赵构不得不承认 自己不会再有孩子了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他将自己比较喜欢的孩子赵伯从立为皇子 封为了贱王宣布了皇位继承人的身份 1162年5月赵构下旨立太子 并且在次月就宣布将皇位传给赵慎 自己当上太上皇 赵构禅可和之后乾隆禅禅不一样 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人上奏反对的 纷纷对他的决定表示支持 宋孝宗对他也是很孝顺 衣食住行 什么都和之前一样 赵构太上皇的生活十分惬意 他甚至是整个南宋最长寿的一位皇帝 享年八十岁 我还能够在这边